《武神主宰》第5749章 失策了 作者 按摩师 和一个二代比个什么劲 他笑着拱手道 那要多谢秦小友 才能让我脱困 咦 说到这 古帝突然抬头 看向南宇宙海 之前的麻烦来了 大黑猫也当即转头 看向无尽星空深处 前辈 秦晨有些疑惑看过去 呵呵 没事 古帝倾笑道 之前拟灭了士国国主 和南斗佛国 惹来了几只蚂蚁 蚂蚁 难道是那天族之人 和大日佛界之人 斯斯基人心中一惊 之前士国国主和士南天 曾威胁过秦晨 他们的身份和莱里斯斯基人 自然了解 天族和大日佛界 光听起来 就知道是宇宙海 极其恐怖的两股势力 这两大势力 居然还真敢派人来 秦晨瞳孔收缩 绽放出来一丝冷光 从师国国主和士南天的记忆中 秦晨自然知晓 这两大势力 并非是什么好东西 天族一向在宇宙海 横行霸道 至于那大日佛界 表面上士南天 是被大日佛界 给驱逐出去之人 可悲地理 世南天 却一直在给他在大日佛界的师尊 供养怨魂 比起那些明面上的小人 还要更加的阴毒 哄 凌冽的杀意 从秦晨身体中 一下子爆发而出 绽放可怕寒意 秦晨小友 稍安勿躁 古帝急忙拦住他 说实话 他还真怕秦晨一个脑热 直接就冲出去了 前辈 秦晨疑惑 看向他 这件事 就交给本帝好了 你若动手 万一惹来一些麻烦 导致出使宇宙暴露 就麻烦了 古帝淡淡开口 见识的越多 他对宇宙海 自然了解的越深 虽然现在的他 已然跨入了高危层次 但并不是说 在宇宙海就已经无敌了 一旦出使宇宙暴露 必然会引来那些 高危存在的目光 到时候 他未必会有事 可破坏了那一位的计划 那他可就万死莫辞了 秦晨小友 这件事 也是我要提醒你的 如今以你的修为 在宇宙海 也算是一号人物了 但是记住 一定要藏桌 不管你暴露多少手段都可以 但绝不能将出使宇宙的秘密泄露出去 古帝提醒 古帝前辈 我心中有数 秦晨点头 了解越多 越明白 宇宙海的谁有多深 便是以明神大人当年的实力 也无法杀出明界 依旧被宇宙海诸多古老势力压在明界之中 压制得死死的 古帝前辈也并非是万能的 那我就放心了 你最需要做的 就是狗 以你的天资 将来一旦跨入神地境界 便不用畏惧太多了 古帝笑着道 此外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不敢在宇宙海动手 只要不暴露初始宇宙 有本地在 你就算将宇宙海捅破一个窟窿 也有我和这大黑猫来替你善后 他 秦晨惊讶看向大黑猫 这一看 他瞳孔不由一缩 因为以他现在的实力 竟然无法看穿大黑猫的修为 要知道 他现在已经跨入了中期大地境界 且拥有完美大道神体 当年在天魔秘境第一次见到大黑猫的时候 他就不曾看透过大黑猫的修为 想不到到了现在这实力 居然还是无法看透 大黑猫 你的修为 秦晨皱眉 哼 这家伙可不简单 今后行走宇宙海 你可以带着他 这样也算是多了一宠宝障 古帝笑了起来 妈的 大黑猫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急忙道 少年郎 你别听这家伙乱说 本黄就是一个蜈蚣害的小猫 吃素的 呵呵 秦晨笑容古怪 那表情像是在说 我信你个鬼 看到大黑猫和古帝前辈如此熟人 秦晨便明白过来 感情以前自己一直被这家伙给骗了 还无公害 咦 那几个小家伙倒是不错 居然还敢硬扛 古帝笑着 看向无尽心欲镜头 突然 他似是反应过来了什么 看向嘶嘶激人道 你看本帝这脑子 忘了你们几个 还没有跨入高危 看不到那么遥远 这样 本帝带你们看看 哇 一道无形的力量涌动 瞬间笼罩住秦晨和思思击人 刹那间 秦晨和思思击人的目光 像是穿越了无穷心欲 一瞬间 来到了初始宇宙外的南十三心欲 然后又冲出南十三心欲 直接来到了无尽浩瀚的南宇宙海 在那南宇宙海的边缘诸多心欲之中 一片废弃的国度耸立 国度之中 一百多个心欲中 到处都是死寂 无数尸体遍布 极其凄惨 而在那浩瀚的星空尽头 两股力量正冷冷对峙着 散发着冰冷的沙翼 一方 是一群身穿漆黑铠甲 身上绽放无尽 神光的大地强者 在这群强者身边 还有着一尊浑身绽放金光的罗汉 无穷佛光在他身体之上 不断地弥漫而出 泛阴阵阵 恢弘可怕 而在这两方人对面 则是三尊身上 气息极其狼狈的大地 正是科莫多寿撒罗耶和金虎城主 以及血魔大地三人 此刻 三人身上极其狼狈 到处都是鲜血淋漓 在天族执法魏梦天辉 和八目金刚罗汉的威压之下 瑟瑟发抖 根本无力对抗 但是即便如此 三人亦是一步不退 死死守在这里 咦 这三人 秦臣和思思等人惊讶 莫想到这之前和诗国国主 以及世南天一同过来的鸡人 居然会和天族 和大日佛界的人干起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三人 万一暴露出世宇宙 千雪寄人心中一惊 他们可是知晓出世宇宙存在的 放心 他们没有这个机会的 古帝笑了起来 咱们先看看好戏 鸡人目光 俱视凌驾在一个更高维度 俯视下去 而下方的众人 完全没有丝毫察觉 对峙双反中 撒罗耶跨前一步 他身上密密麻麻的灵甲 到处破损 鲜血横流 但目光却依旧霸道灵力 沉声道 孟天辉 八目金刚罗汉 那诗国国主和世南天 乃是我等三人所杀 他们在这为火多端 以祭恋他人肉身为尸馗 宁恋他人神魂为怨魂 如此恶行 人人得而诛之 怎么 你们天族和大日佛界 要为这二人申冤吗 撒罗耶怒吼连连 气势凌厉 我撒罗耶 传承自科莫多寿一族 一向以维护宇宙海正义未己任 今日 你们若想为那诗国国主 和世南天报仇 杀了我撒罗耶便是 哄 强大的血脉气息 从撒罗耶身上弥漫而出 如同深渊一般 不断起伏 孟天辉瞳孔一缩 眼神冰冷道 撒罗耶 别说得那么好听 你科莫多寿一族 在宇宙海中 名声也没有 你说得那么好 传承这么多年的大族 哪有一个是干净的 大人 和他废话什么 让属下拿下他便是 孟天辉身侧 一名执法卫冷哼出声 一步跨出 轰 可怕的大地气息弥漫 直接压制向撒罗耶 身为天族的核心执法卫 哪怕是随便一个成员 在修为上都不逊色于撒罗耶这样的大族嫡系 无非是在传承上有所不如而已 这执法卫身形一动 强大的大地气息 就要压制向撒罗耶 但却被孟天辉直接打断 大人 那执法卫狐疑看向孟天辉 你白痴吗 那可是科莫多寿的核心嫡系弟子 你以为科莫多寿族群和我天族一样 你若杀了他 必定会惹来科莫多寿的报复 孟天辉呵斥 这属下简直没头脑 若能动手 自己还跟那撒罗耶废话这么久 没看大日佛界的八目金刚罗汉 在一旁都没动手吗 那执法卫愣住 当即退了回来 八目金刚罗汉 你失地试南天之前 便是死在这三人手上 你就不想着 替你失地报仇 孟天辉转头 看向八目金刚罗汉 我佛慈悲 八目金刚罗汉摇头 世南天他当年已被师尊逐出大日佛界 已算不得是我失地 我今日所来 知识为了调查世南天的死因 是否牵连到我大日佛界 可莫想到 世南天居然在此做出 有为我大日佛界要指之事 这还要多亏了科莫多寿族的撒罗耶 替我大日佛界找出了违背佛指之人 八目金刚罗汉神色黯然 冷然开口中 目光瞬间锁定三人中的血魔大地 不过这三位施主中 这血魔大地 在这南宇宙海 据说也是声名狼藉 为非作歹 我佛慈悲 今日本罗汉便要替天行道 请拿了此人 带回我大日佛界 超度罪念 话音落下 八目金刚罗汉 双手合十 一步跨出 轰 一道可怕的金色佛光 冲天而起 直接席卷向后方的血魔大地 这虚伪的老突驴 看到八目金刚罗汉的举动 孟天辉心中一惊 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目的 眼前三人中 撒罗耶来自科莫多寿一族 而且还是嫡系 轻易不方便动 金虎城主来自雍国 雍国在这南宇宙海 有着不小势力 自己若是动了这金虎城主 难免会有些麻烦 而这血魔大地 虽也有后台 但明面上却是独行者 显然他的后台 定然是某个黑暗势力 必定尚不得台面 他们此行是为了调查真相 只要拿住三人中的一人 就等于拿住了真相 失策了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热热烈 从中心转发 负热烈 也发 负热烈 很难以后 未来 可不吝点赞 订阅 好